來考考大家一題就是 因為你今天我們要做的是影片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對影片有一些概念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你 一般我們大家在看這個YouTube影片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過這裡 有對不對 那你一定知道說 我的數字越大代表品質越好 所以不會考這一題 會考的是說你看到這個數字 它所代表的到底是 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認為我會考 好像定有引擎 沒有關係 單選題 選完之後請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要提交結果 你就送出就好了 有沒有按下去確定 這樣我就知道 大家對這個有沒有一點概念 我讓大家先動作一下 來看一下大家回答的情形 剛剛我講的 你可以按一下進度就看到 那你要看到大家回 回答的情形 要看哪裡 要看這邊 你現在看到兩個勾的 只代表有交卷不是答對的 你要移到那個題目的上面 有沒有可以移到題目的上面 好你把它按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個班級呢 也算符合預期 好 最多的是其他嘛 這些同學 老師沒那麼複雜 打錯了 再來呢 第2多的 也不見得是正確的 有些時候呢 意見跟你不一樣 雖然人數比較少 但是 他是不是比較厲害的 好嗎 這個地方是影片的高度喔 你不要再往下捲喔 就可以看到誰回答什麼了喔 我們就保持神秘感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很快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是影片的什麼 高度 影片的高度 為什麼要特別 跟大家講 這個 因為我剛剛提過 你今天要做影片 你要知道這個事情嗎 不然你影片要做多大 對不對 那請問你有沒有看 比這個 720再更高的 一定有 那最多到哪你知道嗎 最多 我跟各位講 其實最多 我們現在YouTube資源的 最多是到8K 8K 好我先挑一個來 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這那麼多 8K 但是反正你現在螢幕沒那麼大 所以 事實上是沒差 但是呢 我們看這邊就是說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720以上 就是HD的高畫質 那 這個地方呢 如果是240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320 乘以240 這大概是我們那個 VCD的品質 我們VCD是352乘240 然後呢你往上走 這個是640乘360 這個大概就是你們比較常看到的 有些影片是放在 文章裡面 網頁文章 或部落格 之類的 當然有比他再小一個尺寸的也有 好那 你再往上一個 這是720乘以480 就是一般我們講 DVD的品質 那麼這個以上都是高畫質的 這個就是1280 乘以720 這個呢就是1920 乘以1080 這樣有沒有比較熟悉的 有沒有覺得你按滑鼠右鍵桌面上 設定螢幕解析度就有這些尺寸 對 所以這樣真的是高度 那網上就以此類推 以此類推 那 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現在要做影片 當然鼓勵大家至少要做到這兩個 因為現在大家螢幕都比較大一點嘛 所以你做這兩個應該就夠了 那除非說你要做很大的全螢幕的 那可能也許 就要再更高 不然一般現在這幾個都還夠 那另外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有的後面這裡 是P 有的是60 你有注意過這件事情嗎 沒有 因為你只在意這裡 你們都不看這裡了對不對 那個P 跟 I 有什麼不一樣 有 那我們先講一下60 60就是 這個部分我們稱作 FPS 也就是 Frame per second 每秒鐘播多少格 那他如果沒有標的 就是一般標準的視訊規格 比如說一秒鐘三四格 像台灣用的是 美規的 所以我們美規的 是一秒鐘三四格 29.97 然後呢 歐規的就是 一秒鐘 25格 然後再來呢 如果是電影 大部分就是 一秒鐘 24格 但是呢現在呢 你的格數越多代表你的動作 越細膩 越細膩 也就是說 好像把你一個動作 一秒鐘 我分成60格 跟分成30格 哪一個動作 可以抓得比較準 當然是 60格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 你有看過一些 像國家地平 那一槍尾都會有 做到慢動作的 有沒有 就是用高速攝影機 把這個 畫面抓下來 比如說 子彈穿破 西瓜 我們一看到 是西瓜 馬上爆胎 可是他在 慢速度播放之下 你就看到 他怎麼慢慢爆胎 那個過程 因為他速度過快 他可能一秒鐘 達到一萬張 以上 好 那就是這個概念 這樣了解 好 如果呢 你想了解 到底 P 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裡有請啾啾學幫忙 在這裡 他有解釋一下 P跟I差在哪裡 一般網路上的應該都是P比較多 但是您在第四台 會有機會看到I的 就是您在電視的設定裡面 你可能會看到 這個畫質是 1080I 那事實上是有不一樣的 這是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說 這樣東西是什麼